今天是2020年的2月28号星期五 也12月份的最后一个假日 两市呢出现了大幅下跌 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 道经司指数啊 就美股国际市场出现大幅下跌 就算没有疫情啊 就是国际的疫情啊 就是各个国家的疫情 就算没有疫情 道经司指数大跌 我们这边也是低 这是一个心理预期的问题 一般呢就是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的走势呢 是市场真实的意图 所以没必要去怪这个 这个道经司指数啊 没必要 所以呢就是说 这个市场呢 它也许本来就应该出现了 调呗 我近期说了几个观点 第一个呢就是 我们不是判断没有调整 而是有调整 但不下车 好吧 请看文章的第一张图 深层纸啊 深层纸啊 好 大家看这张图啊 大家看这张图 深层纸日线 顶部顿化消失 在这个系列上升的过程中啊 能够唯一确定高点的 或者说有高点迹象和理由的 只有2月19号 当时我们在 也提示了啊 就是2月19号是有可能形成高点的 日线的九软序列出高9 在这儿看这张图吧 这张图比较大 日线的九软序列出高9 90分钟序列出高9 同时定量结构上 还有日线的顿化 所以它符合顿化加9 在这个系列上升过程中 只有这一个点 我提示了 有可能成为高点 就是对应后面可能会有调整 当时给的建议 还记得吗 短期不宜追涨 但不建议卖出 赖在车上不下来 记得的打一 每天没涨 一共是七个交易日 如果跌到现在 我画的这个红色的线段 你是不是能接受 假如我们2月19号判断高点 然后你看我们判断高点 第一个 短期不建议追涨 第二个 但是不卖出 那假如说呢 我们从2月19号到现在 这样跌下来的 我画的红色线段 这样跌下来的 你是不是能接受 能的打一 不能的打二 我知道我那是MACD 不是定量结构 好不好 我知道 一会因为会讲到这一块 对吧 这大多数人都能接受 但是今天为什么会有很多人 不能接受呢 你要是这样的跌幅 你都不能接受 那你还做啥交易啊 回家抱孩子去吧 这种跌幅很小的 很小的 下跌的速度也缓 这样的跌幅 如果你都接受不了 那没法做交易了 没法做交易了 好吧 我们不说这个了 但是为什么说 现在很多人就不能接受呢 因为他把浮动盈利 看作是自己的利润 对吧 我说你别老看账户 我就不听啊 看完账户之后 你再打开账户 发现 哎呦 钱没了 那钱就不是你的 对吧 你钱从来都没说是你的 他只是浮动盈利 能理解不 直到最终有一天你卖出 那才是说 这个确定盈利吧 对吧 好了 这第一点啊 就是说 它是有一个心理预期的问题 那么 这个 从2月19号 在这波系列过程中 我们只能确定出这个高点 2月25号是最高 对吧 2月25号 但是2月25号 到底你怎么能够确定出高点 谁能说 把这个高点能确定出来 按照我们讲的规则 请你指出 它符合什么样的高点标准 请你指出 你不能说今天跌了 昨天应该卖 这啥逻辑啊 对吧 你不能说今天跌了 昨天应该卖掉 这是 这啥逻辑啊 好 假如说你不能够判定 2月15号 2月25号的高点 那么按照规则 现在应该如何操作 我们所讲的 我说规则已经接管了 当规则接管行情之后 按照规则 我们应该如何操作 请问 善财同子 减四成仓 为什么 现在仍然是应该持股 对不对 应该满仓持股 对不对 按照规则 对吧 不应该卖出的 按照规则 是不是不应该卖出 破趋势 再说破趋势的 破趋势还要看 小周期的结构的问题 但是呢 我一会儿再讲破趋势这事啊 我先跟大家说 我说现在 你就甭说别的 就说今天 你不能说今天跌了 昨天应该卖掉 这逻辑不对啊 所以我们说 当规则接管交易之后 按规则到底应该怎么做的问题 今天没有破短期趋势 今天没有破趋势 按规则还应该是满仓 好吧 那也就是说 在交易上 我们没有犯什么错误 2月19号 如果你卖出 在2月24号 必须买回 因为到2月24号的时候 顿化已经消失了 顿化消失 顿化加久 就不存在了 对不对 顿化消失 纠错 买回 所以你如果2月19号 你操作的话 你可能会在更高的位置上买回 2月19号 我建议操作是对的 这就是于规则 我们应该怎样做 要有一个标准答案 那么我们刨出去啊 大家再看这张图 我们刨出去 看这张图 我们刨出去 指数的影响 我们就甭管什么消息 他就没有消息 这么走不正常吗 长了这么多 调一下不正常吗 他就住尖顶了 在顿化消失之后 住尖顶了 难道尖顶不能被理解吗 这个地方也没有顶啊 也没有结构啊 该怎么做交易 就怎么做交易呗 按照趋势为王 结构就结构 修编的这个交易规则 那顶部没有结构啊 逃不了顶的 如果你逃了 假设你逃了 那是因为什么呢 我刚才说了 为什么要卖呢 他符合哪一个卖出 标准了呀 你不能说是今天跌了 昨天你在卖吧 我刚才说了 这个逻辑不通啊 第二个 你如果想逢高卖出 早就卖了 还能留到现在吗 唯一一个 有可能成为卖点的 2月19号 还是个错的 不卖是对的 所以这一系列的过程中 走过来之后 你发现按规则 应该持股 现在这么操作 没问题 你不能总是被市场带节奏 跌了就因为认为应该卖出 那你到学员区里到底学啥来了 学来 情绪受行情的影响是吗 所以有些学员呢 其实这个文字课里啊 我有时候不太想伸说的 但是呢 他总是控制不住自己 他不仅影响自己 还影响别人 所以呢 就会多说两句 今天呢 我讲完这个课 你要清楚 行情你管不由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我们只能管自己 当上次说 趋势 就是说 规则 规则接管行情之后 那就重新回到趋势为王 结构修编呢 这点还有啥犹豫的吗 重新回到趋势为王 结构修编 按趋势为王 结构修编 现在目前仍然是应该满仓持股的 顶部没有理由卖出 除非你违反规则 第二 涨了这么多 我们再看这张图啊 涨了这么多 调整 出现调整 这是正常行为啊 出现调整 这是正常行为 不调整才不正常 但你目前还不能定义它 说住双地 你这 你看出来住双地的呢 看不出来吧 跟双地没 没边是吧 乖着 2月4号的低点 位置很低 如果我们扛不住 谁能扛得住 所以这一波呢 其实我们说了 2月4号的低点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我们打算 我们打算做大周期 置在高远 置在高远 所以不退 我就不想 我们不想 总是这样折腾来折腾去的 对吧 有的时候呢 折腾来折腾去 把成本折腾高了 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把这个成本拉低的啊 我刚才说的就是还在有规则范围之内的都有可能把成本这个做高 都有可能把成本做高 这里呢 从规则来讲 你卖出都没有规则 没有规则 因为顶部没结构也没有序列 啥也没有 对吧 我说了 我说什么都没有 所以呢 无法判定调整级别 你说今天出现大跌了 这叫事后诸葛 提前 我说了 你做交易一定要先预判 先判定高点 再判定高点级别 对吧 判定高点能够有一天能够判定的就是2月19号 最高点2月25号 判定不出高点 这是逻辑问题 判定高点之后要判定级别 一般急涨对应缓跌 缓涨对应级别 你看这个4月8号 去年啊 19年4月8号 建议大家痛下决心防范风险的时候 当时它是有120分钟线的顶部结构的 也有日线的顶部结构的 顶部动化的啊 日线的顶部动化的 这两个大周期出现了从顶盛到衰退 那么现在呢 没有出现从顶盛到衰退 你看这张图 所以呢 我们判定是从 这为起点的啊 去年12月份为起点的 123 现在走4 从一浪起点到三浪中点的距离 55根线 MACD的参数应该调整为4 34 当它穿轴的时候 这一波的调整有可能结束 因为刚才跟我说 电量结构弄错了弄出MACD的人 来出来走走 你看我是故意弄错的吗 你还认为我是弄错了吗 出来走走 好吧 目前呢 就是说下周三的概率比较大 穿轴的话 下周三也有可能不穿 对吧 也有可能不穿 咱先不理这件事啊 先不理这件事 我们再讲这张图 再讲这张图 我把这张图再传一下啊 大家再看这张图啊 不管怎么样 注意啊 不管怎么样 今天没有跌穿趋势 但距离趋势很近 按照规则 跌穿趋势 是否应该减仓 认为应该的打一 不应该的打二 哎呀 抽死我了 跌穿趋势了 当然减仓嘛 如果跌穿趋势 是应该减仓的啊 但是呢 到时候要看一看 它没有这个分钟线的底部结构吧 这个需要一些细节的研究 但是大的标准 注意啊 大的标准是应该减仓的 就这个动作 当趋势破位的时候 动作已定 它不存在减不减的问题 你找这些细节 只是什么时候减的问题 好吧 第一 如果跌穿趋势应该减仓 第二 如果跌穿趋势 短期趋势 应该减多少成仓 嗯 这个倒是没有打错的啊 应该减四成仓 第三 假设啊 跌穿趋势又突破趋势 应该怎么做 再买回 对 再买回 好吧 这就是未来的交易 下周的交易 或跌穿趋势就持股 跌穿趋势先减 以收盘价格为标的 减多少 减四成 短期趋势代表四成 但你不要觉得 它一定会 说我们减仓了 一定会下跌 不一定 它如果上去之后 给趋势一个面子 再买回 能理解吗 这个叫做 严格遵守 交易规则 随风 PT WK 7 现在买回 我现在检查 你能不能 好好听课 徐老师 学义不多呀 我这讲了半天 你到底听啥呢 再说一遍啊 跌穿短期趋势 收盘价格啊 应该减仓 所以减仓那个动作 一定 无非就是什么时候 减的问题 这个时候呢 要看当时是不是有 比方说15分钟线的 底部结构啊 底部蹲画呀 等等等等 要看一些细节的问题 但是大概率 就大方向 破趋势绝对是减仓 好吧 但你不要认为 减仓就是看空了 减仓是遵守交易规则 所以呢 我认为这种走势的概率 比较大 减仓完之后 可能会再向上突破趋势 就先破位趋势 再突破趋势 请看 这块 是不是先破位趋势 然后再突破趋势 对吧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先破位趋势 所以假如说我们这次2月4号没超低啊 假如说我们2月4号没超低 破位趋势的时候卖出 突破趋势的时候再买回 也没有太大问题 从长周期的角度来讲 你这样操作 仍然是符合交易规则的 只不损耗有点大而已 可是从长周期来看 没有太大问题 能理解的答应 趋势它本身就是有损耗的 无法避免 好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回过头来 股市的涨跌 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我们只是弃合而非主导 所以我们只能管自己 对吧 管好自己 我说了 规则将接管行情 我们原来 就是上次有一波是因为 就是截后的这一波 我们超这个2月4号的底 是因为非理性恐慌 这种情况 我们研究了非典等等 研究了很多数据 得出来的结论 就是2月4号超低 开玩架 但是这个呢 我也说了 它只是在特殊时期的一个特殊操作 规则是不变的 我们还是要回到规则当中 天长指创新高的时候 就已经告诉大家了 本次疫情的特殊操作结束 规则接管行情 难道你们忘了吗 而按照规则 2月25号的高点 是卖不出去的 除非你违反规则 所以到现在为止 操作上没有问题 只不过呢 大家总打开账户 总认为自己赚了多少钱 然后当这个钱回去的时候 他觉得受不了 所以我刚才说 我说2月19号跌到现在 只跌了2.5% 但是你如果从最高点那天算 到现在就跌了7% 对吧 所以你会觉得心里极不舒服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你把最高点时候的 你的账户最高服务 不动盈利 看成自己的利润了 所以心里会很不舒服 假如说 你看到的不是利润 而是亏损 那到现在为止 你心里就会舒服了 这也是我为什么当时说 尽量不要总看账户 好不好 大家经过这一次之后 尽量不要总看账户 好不好 你要是相信规则 相信学员区的 能够帮助你 你就严格遵守规则去做交易 把自己管好 也不要管行情 好不好 行情涨跌 那是他的自由 什么叫做换得换失啊 如果你没有换得 怎么能又换失呢 对吧 所以我这个上升的过程中啊 就不建议大家总打开账户 你就按规则交易就行了 你干嘛总看账户呢 从规则的角度来讲 到今天为止还不应该卖出呢 应该持股是吧 什么时候破短期趋 是什么时候再说 你看我今天呢 为什么没有回答大家的这个问题啊 我盘中如果说 破短期趋势应该卖出 很多人就会误认为 趋势要破了 我们现在就应该卖掉 明白吗 能理我说的意思吗 所以我说盘中说 盘中我说这个 以后再说 破位再说 现在不说 盘后我觉得 这倒没太大问题啊 该怎么讲 怎么讲 56分啊 还有两张图被讲了 接着看 接着看 稳当啊 好请看这张图 90分钟低期 注意啊 90分钟是 19里 分数最高的 99.54分 快满分了 时间应该是下周一的下午两点 90分钟低期啊 时间啊 时间 然后呢 这第三张图 这川轴 川轴应该是到周三了 就周二之前很难 川轴了 周三了 日向 日线川轴 参数 54啊 30和4 然后再看一下 这个刀琼斯指数 刀琼斯指数呢 日线有结构 这个日线是有结构的 但是刀琼斯指数 我在上升过程中 日线的结构很多啊 再看一下月线 这个呢 要重点说一下 哟 我的我的刀琼斯月线呢 往这儿了 给弄霉了啊 月线的出现的概率就比较少 这出现过 这出现过一次啊 这出现过 然后这儿 现在啊 这个 刀琼斯的月线呢 是有可能形成 重要高位的 月线不经常出啊 前几次 就是这是第一次啊 然后第二次 第三次 然后第四次 然后第五次 对吧 这么多年 是吧 最近呢 大概 15年 出现过五次 每三年一次 就差不多了 三年一次 第一次呢 是 是对的啊 08年金融危机 第二次和第三次 都不对 但是呢 后面都有 敦化消失跟着 第四次呢 到这儿的时候也不对 后面也出现消失 对啊 这是敦化消失啊 然后现在是第五次 第五次呢 我觉得这个 刀琼斯位置有点高啊 就区别在于什么 A股市场 不会出现大跌的 A股市场 它是整体的位置很低 这些年都没涨 跌到哪儿去 刀琼斯呢 它是有可能跌到 因为它位置太高了 就 一直这么涨 是吧 你从月线来看 我觉得 我们 啥就是A股 走成这种月线 是吧 但你会发现 在这个上升的过程中 调整都挺吓人的 你看这个 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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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个不调 哪个调整不吓人 别太在意啊 别太在意 你如果相信 未来两年 是大牛市行情 你需要坚定你的 坚定信念 是预测的部分 对不对 但是我们该防的时候 还会防 趋势在突破的时候 你再跟回去呗 这中间就差一个 趋势那点的空间 四成仓 趋势上下波动 也就1% 1% 2% 再乘以0.4% 0.8% 你就不要 这0.8% 能怎么递 给他了 2月4号 买成本这么低 就跟他们拼了 我上次说 跟他们拼了 调整来 来吧 这波你说 也防不了 这个高点 调整来 来吧 商敌800 他们的自损一线 我说 如果咱们这么低 位置买进去的 如果还扛不住的话 那什么人能受得了呢 我们现在研究的 就是自己对手和裁判 对不对 我们现在来研究的 就是自己对手和裁判 那现在来讲 就同在 同样的市场竞争环境下 我们有空间优势 不怕 大不了 就是说 24号抄的底的利润 不要了 又能怎么样呢 下面的时间 看看大家 什么问题没有 今天咱们多讲一会儿 16点01分 老师可以通过 认估期权吗 你这个问题就好比 我现在很难受 我能吸点毒 然后 降低我的难受感 这期权呢 就说了好多次 不建议大家碰 毒品 不建议大家碰 不管你用什么形式 这句话听不懂吗 很简单的一句话呀 你别说找什么原因啊 你说我这 我不管什么原因 我随便找一借口 然后把股票卖了 或者是把这个 这个什么什么 严格遵守规则 是没有原因的 不给你理由 远离期权 远离毒品 把他俩换成等号 能理解了不 至少说什么 至少就是说 你在不是特别专业的情况下 先不要碰期权 期权 它其实是一个好的金融演证病 但是呢 有很多人根本就不懂期权 就刚才你问这个问题 我刚才说你肯定不懂 你看我为什么说 这个股指期货 大家也不要碰啊 因为它毕竟还是期货属性嘛 你可别说我不懂啊 你可读过我十年的话 你说我不懂股指期货 那不成笑话了吗 小怂怂呢 怎么不出来啊 我好帮你聊聊商 我不怼你行不行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啊 如果趋势破位了 放长线的 它不管你长线还是短线 对吧 规则就是规则 它不会管你是姓徐啊 还是你啊 还是姓张 它不会管你 持有的是券商啊 还是什么什么 它不会管 规则就是规则 能理解不 德国又低开4% 全球股灾啊 上一次 国内疫情 把很多人都吓完了 那咱们怎么做的 你又不是没经历过 那国际上的疫情 对A股的影响 还如还能超过国国内的疫情 对A股的影响吗 是不是 不会超过吧 就是你们家隔壁打架了 和你们家打架了 那能一样吗 但是你说咱们国内疫情的影响 我们是怎么操作的 我们如果要是被这些言论吓死 还能敢还敢买吗 市场有自身的规律 再说一遍 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中国股市不会受这些外界因素的影响 它只是暂时 我说这个逻辑 我记着前几天还说 我说 我不一定 很多人认可我这句话 就是说我认为中国股市不是政策师 不是信息消息师 它有自身的规律 这个大的方向如果向上 不可阻挡 不管什么消息 能理解不 国内疫情都无法阻挡 国际疫情就更无法阻挡 就这个逻辑 大的方向一旦确定下来之后 短期的走势可能会被改变 但长期不受影响 老师下周一会惯性离开吗 不一定 不一定啊 看美国的道中斯的指数 今天夜里的收视吧 道中斯指数出8了 出日线第8了 这张图啊 日线第8 道中斯指数啊 日线第8 这波呢出9 今天走完就出9了是吧 主要的下跌阶段将告一段落啊 你想啊 道中斯啊 或者是这个 至少这一波啊 高一段落 然后看反弹级别呗 然后看反弹级别啊 好吧 但是道中斯呢 周线的跌幅啊 因为今天还有一天嘛 周线的跌幅啊 08年以来好像没有这么大的 他其实就是契合嘛 对吧 跟咱们这一波其实差不太多 短期获利幅度大 道中斯长期获利幅度大 又风吹草动的很多人都想获利了解 感染这么一事 没有这个事呢 就是多恐可能会出现分歧 感染这个事之后 多恐可能相对来讲一致一点 一致一两 我其实对未来的看法没有太大的改变 只不过呢 大家呢 很难接受这种 是吧 很难接受 就之前的涨不算 但是我就不想经历这样的下跌 是不是 可是呢 你会发现呢 就这一波 没有高点这个属性 按规则交易是不应该卖出的 你不能判断高点 你不能随时卖吧 你说没有高点 我就想卖 那你早就卖了 你还能留到现在啊 是不是 所以有一部分是你不能控制的 你说你非要去较劲 那个不能控制的 大盘涨了还是跌了 你说那 徒增烦恼啊 但你能控制你自己啊 按规则到底应该怎么做 每天拿小本写下来 到规则上应该怎么做 那今天是不是按规则做的 明天是不是 后天是不是 坚持按照规则做 我说了 我们 什么是专业 今天上午跟大家解释 郑一威是吧 什么是专业 你会发现这个 你如果认真的就看了那个 德州普克的比赛 你就会发现 到决赛圈的都是 职业玩家 职业玩家 那职业跟非职业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最大的区别就是 他们每一次 正义威的时候 就是他做的那个决策都是正义威的 因为还不单纯的是这个 这个胜率的问题啊 因为他那个跟咱们这个还不一样 他那个还设计到下注的比例 对吧 正义威的 必须长时间遵守这个规则 就是我们要做正确的事 这个正确的事不一定是赚钱的事 所以他们两个不是花等号的 但是你像这个昨天有学员说 赚钱才是硬道理 我说这是废话 哪一个人到股市里来是想赔钱的 我找一个 谁想来赔钱 这就跟那个打德鲁普克 赢钱就是硬道理一样 都想赢钱 那为什么专业的都进决赛圈了 这个非专业的都变成了分母了 你不想想这个逻辑问题吗 赚钱是硬道理 赔钱是硬道理 为什么赚钱的总是专业人士 你这不想一想吗 所以我说关于行情 关于我们会有预测 但是规则还是会遵守 预测和规则并不冲突 坚持做正确的事 坚持下去 时间长了你再去看 你会体会到专业和非专业的区别 好吗 也挺好 也挺好 来一波下跌 教一教大家那些过分兴奋的头脑 市场是有涨有跌的 刘晓能 老师下课吧 心里烦了 对 向其为其专业和业余的差别更大 是 是这样 就是说专业和业余 业余的顶尖和专业的顶尖 都会差距很大 业余的顶尖跟专业那差的还是很大 别理的烦的呢 其实你如果能够坚持按照规则交易 坚持下去 你会涨跌很坦的 你那种特别别扭特别烦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有按规则交易 能力借保 这叫啥来着 我刚才说了 我不怼人 今天不怼人 你凡是意为什么 你赔钱了吗 2月4号买的到现在为止 仍然高于那个位置很高呢 无非就是在你最顶上时期的那个浮动盈利回去一部分了 但你怎么确定下周不再回来呢 然后你下周又高兴吗 大家周再烦 大家周再高兴 能把你折磨蜂窝 今天我刘晓能啊 对他叫刘晓能 今天我看朋友圈里有一个 有一个女的 发了这么一段信息 我特别想嫁给谢永强 让他跟什么什么小萌赶紧离婚 然后我在想 什么情况 我又没有看刘老根3 我只想收拾收拾 谢光坤 大家耐心点 耐心点 怎么做心里是有数的 比方说 比方说 这个今天的这个下跌 你不能因为今天跌 所以昨天应该买出 这逻辑上是不对的 我记得好几好几个 咱们学员啊 今天说徐老师你太自信了 但是算比较客气的是吧 下午还有一个徐老师你太自负了 你们第一天认识我呀 你们是不是今天才认识我呀 你昨天怎么不说 我自信和自负呢 就昨天我还正常呢 对不对 今天就不正常了 那我明天是否能又正常回去啊 经过这个语音课 你会发现呢 就是我们操作上没有什么问题啊 按规则也是应该现在的这种操作方式 只要我们能够确保自己没做错什么就行了啊 别管大盘 管不了 不听你的 不会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好吧 不多讲了啊 16点15分 我们今天讲了45分钟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 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